真 可是当你醒来了以后呢 真的还假的 再回来以此类推 请问你今天 坐在这里海灵谷时 请问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有人就很难回答了 那假如是 真的还假的 真的 真的 假如真的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屁股就永远会 黏在椅子上 你应该不可以走出去的 假如是真的的话 对 因为真的嘛 就永远不变了 待会儿我也 我也会不可以下坐 真的 因为假的 所以你的屁股 才可以抬起来嘛 暂时坐在椅子上嘛 对不对 是不是 那现在有个问题 你会说 师傅 那我们这个海印股 我感觉是真的啊 有啊 有佛像啊 佛堂啊 对 它是暂时存在的 对 股四八十周年 这么多人奉献 新的佛像进来 可是它是暂时的 暂时很多条件 举在一起 就像我刚才用镜子 比喻一样 你看 你看镜子 我现在加三拿出来 暂时而已 我没有否定 你还是有你的这个人 所以佛法讲空性是注意听 是讲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实体 假如新红色是真的话 我告诉你 你们走了以后 我会这样子 一直坐到天亮 明天还是这样 那就是真的 真的 但是我一样也会下坐 这个空间 对不对 七点半开始讲经 从五六点就开始很多人进来 就人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坐满的人 待会回向完了以后 统统都走了 所以你看 它也是假的 所以注意听 党空性是讲 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但是一般没有学佛的人 是不接受这样的道理 所以就像在梦中一样 那老师说 我们现在的梦 也是暂时的 你看我今年很惭愧 43岁 越来越老了 真的 再给我活40年 83岁 80年以后 可能我80岁 再过40年 我80几岁 搞不好 不在这个时间了 那时候你只能呢 看不到新红法师的本尊 你只看得到化身 MP3跟DVD 对 只能看到DVD MP3是声音 所以你说我是真的吗 不是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真的 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不会执着 所以听好 我今天又用水那个例子 这样空性的目的是要斩断你对很多东西的执着 你为什么会执着呢 因为你希望它永远不变 你希望它永远不变 所以你抓着它就会很苦 反过来讲 你为什么不要苦 你要知道它要会变 因为它为什么会变呢 因为它是空性的 但注意听 空性英文叫 MP3 Empathiness is not nothing 很多人认为说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 错 不是这个意思 空性 简单的说 空是讲它的本质 性呢 是any kind of possibility 任何一种都可能性会显现的 所以叫做缘起 所以梦 看这里 再讲一遍梦 你梦 请看 你也很想中股票嘛 马票 对不起 不是股票 马票 你也是想发财嘛 所以你看 做梦的时候 你就会梦到车子啊 梦到你开车啊 还去Bugis将讯啊 去买马票 还去司马路观音庙 这些从哪来的 缘 具足的时候 你一直想 它就会显现的 所以它还是 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缘 可是这所有梦的本质呢 是假的 所以在梦中认为 真的其实是假的 在现实当中 假的其实是真的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哪一个是真的呢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很重要 因为它会断除你 对很多东西的执着 了解吗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一个禅修 先做无常 再修空性 怎么做无常 专心听 还不要关灯 既然是瀑布 河流跟湖水跟大海 我希望你们现在关呢 现在在大海的旁边 先听我讲 待会再一起做 你先观想 你就坐在大海的旁边 你要想在圣陶沙旁边也可以 心看着大海 海浪从右边 到前眼前 到左边 生死 就一刹那河流 一直在流 流流 对不对 生命就像流动的 这个河流跟大海一样 这个叫做大海的无常观 大乘的无常观 我自己也是这么修的 就是你 我再讲一遍 你观想你自己坐在大海旁边 然后呢 看着大海 你旁边有没有人都可以 那海浪呢 从右手边流到你眼前 然后流到左手边 各位不要去恐惧 你在关的时候 若出现什么状态 其实都是由你心变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 车子也是你变的 马票也是你变的 中奖跟不中奖 也都是你变的 其实你不用担心 这里是佛塔 就算看到鬼也没有关系 你鬼呢 你就跟他讲 嘿嘿嘿 我也知道 鬼也是假的 他就走了 所以不要担心 因为有很多人 不喜欢禅修 就会怕说 师父我一禅修 是不是走火入魔 我就反问他 什么叫走火入魔 你还没有那么快啊 你连魔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怎么会走火入魔呢 我们先练习 无常观 我再讲一遍 身体挺直 手放松 请把你的手两个叠起来 眼睛请张开一半 不要全臂 全臂对初学的人 会比较产生幻境 然后我敲三下目鱼 练习三分钟 就观想自己 坐在大海旁边 你的心是看着 一直流动的海水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很重要的 大臣的无常观 跟大臣的空观 它有很多方法 或许你会觉得 星空法师教的 跟别人不一样 没有关系 经论就是教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这都是呢 在禅经跟大臣经论里面 所教的 那修这个无常 跟空有什么好处呢 看这里 破除你的执着 我现在有个茶杯 我一定要很清楚 手拿得很好 才会把手 茶杯拿得很好 要喝茶 一定要把茶杯拿得很好 但是假如你没有拿错地方 它可能会掉下来 还有一个 假如你抓得很紧的话 对不对 你喝茶就会很不舒服 但喝完以后呢 我也抱着这个茶杯呢 回到我的床上 永远不放下 所以空观最大的目的是要破除你 听好 空不是否定一切 空是要告诉你 不要抓得太紧 注意看 抓得太紧的话 假如这个茶杯 注意听哦 啪啪破掉的话 玻璃碎的时候 我手就流血了 我说抓得太紧 或没有抓紧 啪啪掉在地上 它打碎的时候呢 碎的玻璃也会伤到我的脚 所以佛讲空 不是否定一切 佛讲空是要破除你 对一些万象的执着 那个执着不是在万 而在你的心 轮回也是这样执着产生的 痛苦也是这样的 这是它的目的 所以希望大家常常练血 这两个方法 那假如你常常练习的时候 就算你回到家 或去坐公车 或是坐那个subway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叫MRT 对不起 有时候我讲MRT 就是地铁的意思 你们这边叫subway 你常常这样练习的时候 你会发觉 哇 很多人都在捷运里面 MRT subway 可是我就觉得 他们都不是真的 像透明一样 不真实的 我的心真的很近 虽然他们 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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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 这里这边讲话 我都听到了 可是呢 我心中不会受干扰 假如你没有这样练习的话呢 突然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生气 怎么这么吵呢 你看 你真心就跑出来了 知道吗 假如别人不小心踩到你脚 How rude you are 你为什么这么卤呢 这么粗鲁呢 其实最粗鲁的是谁 你 人家只是不小心碰到你嘛 那你可能会很生气 人家怎么不跟我道歉呢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No problem The problem comes from your mind Not come from outside Phenomena 麻烦是从你的心 产生的 它不是从外在 而 一切现象造成的 所以你必须要常常修 无常观 无常观跟空观也有深浅 修得好的话 它会觉得像一场梦一样 听好 刚才我们讲做梦 在梦的时候 做梦你知道是梦的 那请问现在呢 人生是不是也如梦呢 答案是真的 人生也是如梦的 我暂时来讲经也讲七天 讲完我就走了 这也是无常的 所以你要把握 可是假如你也不知道这个的话 那你生命当中呢 所有一切的酸甜苦辣 你就耿耿于怀地会记在心里 那你一生会很痛苦的 那现在很痛苦 等到死亡的那一场呢 你放不下你的执着 跟牵挂的时候 那你就会更痛苦 好一点的来生还做人 不好的话就到地狱恶鬼出身去了 了解吗 所以地狱恶鬼出身 也是从心变出来的 不是佛菩萨呢 变一个地狱恶鬼出身来 惩罚你的 天上的人间 或人间的呢 也是由你心变出来的 同样的 禁佛国土 也是由你心变出来 透过信愿形而发愿而去的 好 今天讲经就先讲到这里 不能再讲 再讲呢 大家就通通呢 不是空性的 要住在海印古斯了 那有点麻烦 好 在上课之前 我们先把心静下来 静坐 今天教的叫做 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面 请看幻灯片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待会你坐的时候呢 你就观想自己坐的位置上 昨天教的是观想在肚脐 今天呢 在第一点 观想自己就坐在大宝莲花上 看幻灯片 这就是清静法身的 毗卢浙那佛 显现的圆满报身 如舍那佛 在华言会上 是千华台上 如舍那佛 那这莲花 也是由你心变的 昨天说过 在梦境 所有一切东西 都是由你心变的 同样的 莲花 这是你观想的所原境 莲花呢 要多大朵 你可以自己决定 先从小朵的 就像你的椅子的 这个位置一样 第二个 莲花的颜色 是没有颜色 你喜欢金色 就观想金色 你喜欢红色 就观想红色 下一张 五台山的五方佛 坐在红色的 大宝莲花里 你也可以观想 这个莲花是彩虹 很多颜色都可以 你只要想 自己坐在里面 这样子 这是一种常观 然后呢 先静坐三分钟 然后再想一想 什么叫五常观 什么叫做空系 昨天讲的 这样了解吗 我简单用英文说 今天我们要继续 是要继续 你坐在 中的花朵 无论 无论的花 是什么颜色 你可以选择 自自身 金色 继续 继续 什么 这就是另一个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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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介绍 无常跟空性 无常跟空性 有很多的目的 最主要 第一个是要 破除我们的邪见 第二个 是要砍断 我们心中的执着 邪见就是呢 待会我会讲个故事 判断我们心中的执着 就是我们从轮回 开始到现在 对生 老 病死 都有很多的执着 就像我昨天 比喻的这个茶杯 你抓得很紧的话呢 手是会破掉 玻璃会破掉 割到手 同样你没有抓得很好 这个茶杯 这个茶杯掉在地板上 它也是会破掉的 会伤到你的脚 所以执着 是我们 轮回当中一个 很深很深的 重要原因 但是呢 讲空性 注意听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样理解是错误的 讲空性 是要破除你很多的邪见 你都执着 什么东西是真的 你身体也是真的 家也是真的 工作也是真的 房子也是真的 问题是 它都会变的 我早上去呢 Elythabes Hospital 去看一个病人 他快要走了 得了癌症 他最放不下的 就是自己的身体跟小孩 原因是什么 他就是没有福报 去学习 更多的这个空性的教法 但是空性 不可以作为借口 注意听 也不可以作为邪见 讲个故事 在西藏里面呢 有一个人禅修 在山洞里 他修持得非常好 可是呢 他也听到上师叫他 Dumbani 就是空性 藏文叫Dumbani 英文叫Ampitonis 结果呢 他在山洞里面呢 有很多的老鼠 他最怕老鼠 就他旁边呢 就老鼠非常的多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这时有一天呢 他第一天告诉自己 空性啊 空性啊 结果老鼠呢 还是跑来跑去 最后他忍不住了 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 这样 老鼠是空性的 我是空性的 然后老鼠是空性的 然后呢 什么都空性的 这样的话就是邪见 为什么 他杀身了 空性不是这个解释的 空性是破除你心中的执着 佛法讲是要转变你的心 没有叫你去转变 外在的世界 外在的世界是众生 共业呢 显现的 所以 听好 空性不可以产生 邪见 作为自己的借口 那这样子的话 你会继续轮回的 所以佛陀在 摩赫波尔波罗密信中 空性啊 事实上不是对初学佛而说的 是要对很深的 善根的弟子 或阿罗汉 或是大乘的菩萨 他讲公性的 那各位呢 多年来慢慢学习佛法 我相信你可以慢慢慢慢接受 空也有很多的道理 所以讲空性是要 破除你对心中的执着 还有一个 空性是要求自己 我刚刚第一个讲 破除邪见 自己的邪见 第二 砍断自己心中的执着 第三个呢 是要求自己 不要要求别人 不要呢 你学到 哎呀 无常空性的 有一天老板骂你的时候 老板啊 嘿嘿 是空性啊 我跟你讲 是你换老板 还是老板换你呢 有一天呢 师父在教训你啊 对不对 破口大骂 师父啊 你不要生气啊 气也是空性的 那他会是给你气死的 这样的话 你会斩断自己的善根 你会什么东西都不接受 台语有 我中国的文化有一句话叫 一皮一天下无难事啊 你拿着空性啊 到处都很皮啊 这样你会继续堕落轮回的 所以空性是 对峙自己的心 而不是去看别人 这一点很重要 人家修得好不好 是他家的事 空性是转化你心中的烦恼 所以不要下次呢 爸爸妈妈骂你的时候啊 爸爸不要生气啊 空性啊 空性啊 他绝对拿玻璃砸你的 结果你的儿子呢 学到佛法呢 还要拿空性来教训我呀 师父教徒弟 那是他的大悲心 现在的徒弟也很难教的 有些你要对他好 有些你要显愤怒向啊 他才会听你的 所以不要拿空性 来斩断自己的善根 这是第三个 我要叮咛你的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不然哦 华人很奇怪 听佛法呢 心一句不要执着 就觉得好像懂了 所有的佛法 老实跟你说 不要执着是一个 重要的重点 但是它还没有包含的 三千大千世界诸佛的教法 谦卑一点 不要那么狂妄 耐心一点 道治地呢 是广大如虚空的 深测向大海的 就像我 我都不敢讲 我通达三世 一切诸佛的佛法 我都还很在认真学 那何况在家居室 各位法师 各位莲友 我们没有成佛之前呢 更应该 好好的精进学习 今天教你观想莲花 请看幻灯片 莲花是我们自信的什么 六度波罗蜜 莲花是因 将来成果的时候 就是无上的佛果 所以你常常观想心 在莲花当中 你会跟六度波罗蜜 相应 这是很重要的方法 在南传 北传 藏传里面 禅光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各位都可以去不断地学习 好 现在请看讲义六十二页 因为讲无常跟空性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 蜜勒日八 page 62 The Enlightened Sound of Awareness About the Impermanence of the World by 蜜勒瑞巴 蜜勒日八 他是西藏很重要的主师 注意听 我这几天听你们唱三宝歌 答案是要再加油 唱得不够好 很多人都不唱 我要说明一下下 谢谢大会的安排 可是我会觉得 各位大臣的联友 来 专心听 听过的当复习 没有听的专心听 在南传里 因为要断你的烦恼 所以要你远离色身香味处法 举个例子 你在南传学 Meditation Retreat的时候 南传的常文观的时候 是不可以看电视 不可以看书 不可以看Computer 也不可以接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都在这五欲六层当中打滚 打滚 所以通通要你舍 这样你的心才会清静 所以南传是舍离色身香味处 是绝对不可以听Music的 你可能自己在打坐 然后呢 然后听音乐吗 是不太可以的 可是大乘佛法 目的在转化 目的在转化 Transformation 你可以听庄严的佛号 庄严的唱颂 你是用音声来赞叹佛法的 所以在大乘佛国土 华人的世界或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好的佛教音乐 所以可见 佛在讲华严经跟法华经的时候 很多大乘的菩萨都有演奏音乐 乃至于到西方极乐世界 临终接应你的时候 阿弥陀佛跟二十五位菩萨 也是演奏音乐来接你的 可见音乐本身是空性的 那金刚乘里面 唱米勒日巴的正道歌 是可以开悟的 所以这就是我这几年 为什么来新加坡 我有大乘的传承 我有金刚乘的传承 我也会介绍米勒日巴的正道歌 因为唱这些歌 它是可以让你开悟的 所以各位应该 有机会大声要唱三宝歌 不要假装很庄严的样子 其实你的心根本都不太庄严 波涛汹涌 对不对 那个人唱得很不好听 那个抖了米勒日巴说可以 可是你没有真正的用虔诚的心 听好 用虔诚的身口意 尤其是口 赞叹佛菩萨的话 将来你会得到像我一样 讲经说法 辩才无碍 泛音深远相 有些人讲话很欢喜 声音很清净很柔软 有些人一讲话 别人就不太喜欢听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中那个善音 所以你看 诵经或唱凡辈的师父 他声音都很好 从哪儿来了呢 修来的 所以从明天开始 希望大家唱三宝歌 要大声一点 你们的心都绷得太紧了 对不对 该松的时候要松一松 该紧的时候要紧一点 该用功的时候不要懈怠 可是用功一天的时候 是要放松一点 我们凡夫是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都正念分明的 举个例子 早上起来 对不对 你做完功课 吃完早餐的时候呢 因为呢 血液到你的胃肠消化 你都应该惊喜 所以我们呢 二十四小时要懂得调你的心 所以唱歌是呢 Singing can open your mind 唱歌可以打开你的心 知道吗 不会唱的话 也可以用欢喜心去听 所以在金刚证里面 唱灭乐日巴的正道歌 是可以开入的 这就是我的愿心 为华人以及新加坡 跟华人世界里面 介绍灭乐日巴正道歌 常常唱歌 你想想看 举一个例子 世间人假如发生了灾难 车祸 或他的爸爸妈妈 突然过世了 你要去辅导一个人 走出悲伤 有很多方法 其中呢 就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是唱歌 因为他的心绷得很紧 在悲伤当中 常常唱歌的话 听好 当然唱歌是要看庄严的歌 不是要唱 迷迷之音的歌 知道吗 所以你唱歌 可以用音声来赞叹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 供养众生 同样里 你将来会得到 梵音声远向 所以请看六十二页 六十二页 我先讲这个故事 好 请看幻灯片 西藏的 灭乐日巴 Mami Da Song 在马尔巴 灭乐日巴 刚波巴 马尔巴大医师 到印度去取经 六次 回到西藏 弘扬佛法 他教授了很多弟子 最伟大的弟子 大家就知道 米勒瑞巴 米勒日巴 是在家渔切士 表示有在家的渔切士 到时候传到了 是刚波巴大师 伟大的刚波巴大师 本来是 噶当巴的 后来呢 学噶举派的教授 最后证悟而成佛了 所以西藏是三祖师 再看下一张 灭乐日巴的造型里面 常常的耳朵 是这样听的 请听一切众生的声音 这次讲座 我就会教大家 禅修 希望把你的心定下来 我们常常听到 外面很多世界的声音 声音来的时候 声音也是禅修 你不要因为 外边有喇叭声 坐在大殿里 有冷气的声 你就觉得好吵 吵从哪里来呢 谁干扰你了呢 其实没有人干扰你 你的心啊 被你的烦恼给干扰了 所以你要常常学着 倾听自己心中的声音 也倾听一切众生的声音 这样的话 声音也会让你开悟 这样的话 你念佛 念咒或诵经的时候 也会开悟 请看六十二页 我简单讲他的故事 待会会解释 马尔巴大医师 离开了家乡 去跟上师求法 对不起 灭了日巴 离开了家乡 跟自己上师去求法 可是他很不幸的是 他的姑姑对他很不好 回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过世了 妹妹已经流浪了 家呢 被他坏的姑姑呢 土地已经抢了 就是分财产抢掉了 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家人都离散了 他体会到了 无常法 请看六十二页 第九行 最后 视线无常 幻化师 结果呢 他的爸爸不在了 妈妈也过世了 妹妹流浪了 然后呢 家里的财产呢 给姑姑占有了 最后呢 他还感谢他姑姑 刚开始呢 他姑姑很怕他 哎呀 糟糕了 米勒瑞巴回来 他已经会杀了我的 对我们大家的财产 都全部抢光了 结果米勒瑞巴 看到他第一句话说 姑姑谢谢你 我这么多年不在家 谢谢你帮我 照顾我的田地 没有被人家抢走了 请问 假如你在新加坡 有政府组屋 你被人家抢走的话 你还会感谢他吗 被告到法院去 不可 你看 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 有所失去的 好 现在请你听我唱 先用听的 待会我会解释 请看六十二页第八行 神不动自信大悲准 一如上师所欲识 与此汉莫故乡里 实现无常狂化时 愿意如实之教识 令我顿身大觉醒 世间所现一切法 无常无遗憾 无常无遗憾 遍遍遍 轮回主也无一灵 与其请求世间里 您求佛陀佛解脱法 您求佛陀解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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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解脱法 如自我往休整方 守长故马百害骨 母再子世子不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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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请看下面 我会介绍意思 这个意思很深 请看 圣不动自信大悲尊 昨天讲我们的法身是如如不动的 我们自信里面就有大悲尊的观世音菩萨 今天我们讲经也会讲到慈悲喜舍 为什么我们可以修悲心呢 因为我们有自信的大悲本尊 一如马尔巴大医师给密勒日巴预言 跟他说你回到家乡去会看到无常幻化师 所以密勒日巴一回到家乡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大的讶异 他知道一切东西都会变的 所以他说一如他的上师马尔巴跟他预言 在家乡的故园里 他会遇到很多的恶魔 这里的恶魔是指妖魔鬼怪 以及不好的人事物来障碍他修行的 他跟他说 徒弟这些东西都来示现你这无常的幻化师的 为什么呢 他说希望你依着我所教的无常空性如实的教授 这样子呢 令生我顿生大决心 这里的我是指密勒日巴 他突然解释到说 真的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留恋的 为什么呢 世间所显现的一切的万法 都是无常 没有依靠 而且都永远都有变异的 请问你依靠谁呀 各位连悠 你养儿子依靠你儿子吗 现在养儿也不能防老 你依靠你老婆跟老公吗 老婆跟老公可以比你饶走 你依靠师父吗 师父属于所有众生的 那请问你依靠谁 你依靠你自己呀 现在呢 小孩子你照顾他 长大了呢 现在新加坡野兽西方文化 对不对 养到孩子二十岁 对不对 二十岁以后 小孩子会想到你就不错 不要回来捞你的老本就不错了 什么叫老本呢 The money in your bank account 对不对 所以你靠谁呀 很多人都会心不安 哎呀我要靠这个 靠这个 靠那个 没有一样可以靠得到的 只有靠佛法 靠你的修持 接下来再看 第三首请做个记号 轮回猪业是没有什么利益的 你赚了很多钱又怎么样呢 有钱人烦恼也很多啊 你有很多的洋房 政府主屋走的时候 一栋也带不走 听好 这样讲不是消极 而是告诉你 不要抓的茶杯 那么那么那么的紧 你死的时候会很痛苦的 因为你放不下东西很多 佛法没有否定 也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要 政府主屋 要政府主屋让你住 住了以后 当你要走的时候 你得布施 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东西 是有究竟永恒的利益的 你有很高的鸣跟胃 又怎么样呢 死的时候也是一堆白骨的 所以这样子呢 才会震动你 totally wake up your dream in your life 完全的从把你在这一山中 梦惊醒 所以佛经讲 佛讲经说法将狮子吼 大地六遍震动 听好那个震动 不是worthquake 不是地震 那佛一讲经都是地震的话 那谁敢听经啊 不是那个symbolism 震动你的心 震动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所以我也希望帮助新加坡 wake up your buddha nature 震动你的心 你想想看 你与其很早 春草到晚 只要可以吃得饱 穿个饭 穿衣吃饭够了 你何必永远不疲不愿地 请求世间的利益呢 永远是不会满足的 人想要的东西很多 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 所以当你失业的时候 你来跟师父讲 师父我很可怜啊 没有业 很好 念谱闲行愿品 你终于有时间了吧 没有担心 对啊 在家工作很辛苦 我跟你讲 现在做出家师父也很辛苦 从早到晚要敲钟 要做法会 要招待居室 还要煮饭 还要打扫 你们走了完以后 他还要清理的 现在在家出家都很辛苦 但是你的心不要很痛苦 要有佛法 所以宁修佛陀解脱法 希望你用短暂的生命 时间体力 真正呢 来学习佛陀的教法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么辛苦 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聚在这里 但会觉得呢 很有意义 把你的生命啊 变成更有意义 跟利益更多众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想想 你一生就这样空过 就算你给全世界去旅行 我也遇到有一类老菩萨 在台北遇到我 他退休了 然后呢 看到我很高兴 师父送他补贤行愿品 叫他来下次供修 他就不来了 我想其实 What's wrong with him 然后我就问 他说 哎呀 师父你不知道吗 他退休了嘛 就想要去吃喝玩乐啊 他退休了很辛苦啊 一辈子都没享受 好 就到呢 意大利 罗马 欧洲 加拿大 美国 都是吃得最好的 穿得最好了 结果最后呢 觉得还是很苦 回来来见师父 我说 玩完了吧 福报用光了吗 差不多了 没钱了吧 对 回来学佛法了吧 所以很多年有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有苦难的时候 来求佛菩萨 对啊 去年有一个联友 没有工作 等了半年 我教他念普贤行愿品 三个月 念完了呢 找到了五个工作 选了一个最好的做老师 就不见了 就从此不来解我了 我一没有给他 他也呢 Delete 众生是很现实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放不下 所以 菩萨是很难做 众生很难度的 但是你在轮回苦难的当中 你能够帮助众生 你才是有菩提心的佛弟子 所以 第三句请记下来 轮回所有的一切东西啊 老师说 最后都没有什么 特殊的实意的 与其你用生命 去追求世间的利益 明文立养 为什么不把握 你的精神跟体力 来好好的学习佛法呢 上佛学班呢 做义工呢 来共修呢 来帮助一切众生呢 接下来再看第四 当父亲在的时候 现在很多的儿子 都出去工作了 现在新加坡也是如此 因为经济不景气 很多人飞到中国大陆去了 飞到澳洲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很多联友也单独来跟我 师父哭啊 师父怎么办 我的老公有外遇了 到中国去了 凉拌 那是业 没办法 那你愿意为你的太太 飞到中国大陆 对 你做一个太太 你愿意为你的老公 飞到中国大陆去吗 那你得做抉择 生命 每一分秒钟 都在抉择 make a better choice make a proper choice at every moment 举个例子 你出去海英股市 今天回家 请问是向左转 还是向右转 有些人向右转 过了马路以后 是向左转 还是向右转 有一部电影叫做 向左转 向右转 有吗 各位有空可以去看 很多好的电影 可以让你体会到生命 对不对 我们每一分都在向左转 向右转 你要选择 假如你真的爱你的老公 那你就飞到中国大陆去 但是呢 很多人就连有说 哎呀师父不行啊 我有政府组屋啊 我有贷款没还完啊 我有小孩要照顾啊 你看你多么痛苦啊 你心脏有太多的放不下 要是我的话就飞去了 因为他是你的老公嘛 你真心爱他 就应该为他付出一切啊 不是打个电话说 Hello how are you I'm not too bad I think about you 怎么样你好吗 我有点想念你 对不对 挂了电话以后 跟另外一个女人就走了 没办法 这是人性 你不要害怕新红师 我也不介意讲这个 我在西方受过教育 什么有问题我都知道 因为这就是众生嘛 生老病死 你不要觉得丑陋 佛法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当然你的态度很重要 并不是说把你的privacy 通通丢给新红师 对不起 我不是social department 不是社会局 我是dharma master 我可以用佛法帮助你 所以你想想看 父亲在的时候 儿子都出去流浪 做工 当儿子赚完钱回来的呢 你爸爸已经过世了 请问 人生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所以请看下面 两人重视聚在一起啊 时间很短暂 假如你不珍惜的 义无实没有真实的意义 如此我往修正法 如此呢 使者灭了日巴唱这首歌 告诉他的弟子说 我呢是真正呢 远离家乡 是却无佛法的 所以修禅护马白矮哭 是他禅修这个洞的名字 接下来第五首 母亲不在 母亲在的时候 孩子也不在了 孩子回到家的时候 母亲也已经过世了 没了日巴回家的时候 他的妈妈过世了 爸爸很早以前就过世了 所以你想想看 人生你有什么可以 放不下的呢 你要去珍惜 要感恩 但不要执着跟留恋 可以写下来 我再讲一遍 你要珍惜你拥有的一切 你要感谢一切的 好坏的姻缘 但是呢 你要珍惜感恩 但是不要执着 也不要留恋 这样子 你才能够用空性的叫法 去改变你的心 再看第六诵 他的妹妹在的时候呢 灭了日巴是哥哥 最后他的妹妹非常想念 他的哥哥回到家的时候 他妹妹已经发疯去流浪了 三餐都吃不饱 最后他的哥哥也很难过 但是他也帮助了他 他告诉他呢 两个人聚在一起 若不学佛法的话 是没有什么实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哥哥 这里的胸是指哥哥 灭了日巴 他对妹妹说 我是需要真正能够利益 广大众生的佛法 接下来第七 他在家的时候呢 在有家之时 对不起 这里讲有家之时是说 他有他的房子 可是呢 我刚才说 他的房子呢 离开的时候 是被了姑姑啊 亲人霸占的 他们的家人心很不好 明争暗斗 把他妹妹赶出去了 也害死了他妈妈 最后把他踩踩 就霸占了 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的姑姑非常怕他 他怕灭了日巴会杀了他 结果灭了日巴说 我非常感谢你 这么多年 我出去求法的时候呢 没人照顾你的时候 我的土地跟家的时候 你却帮我照顾了 这一点很重要 这里给我们启发是什么 众生以恶心 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用大悲心 去回报他 待会后面慈悲喜舍 会讲 这是很难修的 佛教徒要从这里突破 最坏的人 你反而要感恩他 那你说师父 这样话听起来 不是很笨吗 错 他的目的是 要转变你的心 假如他恨你的话 你也恨他 那他轮回 你也会跟着继续轮回 他恨你的时候 你不恨他 他轮回 可是将来 你会因为他的逆境 而帮助你成佛 你成佛的时候 会第一个感恩他 你反而会回来度他 在金刚经理我讲过 释迦摩尼佛 度的第一个 叫交诚如比丘 就是过去式的 阿 格力王 杀他的 可是佛陀呢 在格力王骂杀他的时候 他说我内心里 从来不会恨你 我反而感恩你给我修 忍辱波罗蜜 所以成佛的时候 所发愿我 第一个来度 格力王 这就是佛的大悲怨心 请问 现在有一个人 对不对 对你非常坏 故意 不管是在公司 或在你周遭的朋友 故意呢 troublemaker 造了很多制造麻烦 给你 那你呢 你怎么调伏你的心啊 答案告诉你 躲是躲不掉的 你说哎呀 我不要理他 我这辈子绝对不见他 来生一投胎到 American的时候 刚好是两个 neighborhood当邻居 夜吸引的 然后呢 你看到他的时候 刚开始哎呀 很高兴了 过几天又继续吵架 所以这辈子没吵完的 下辈子继续吵 真的 我这个不是讲笑话 是真的 为什么夜的显现 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对于 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要感恩他 我们要从他身上 修慈悲观 四无量心 第八个 圣经有识 无共识 听好 这里的圣经 是指Holy Sutra 是指佛经 不是基督教的圣经 你不要想 哎呀 我终于找到 灭了日巴证据里面 他有讲过 基督教的这个 Christianity Sutra 不是 不是这么解释 这里的 神圣的经典 不是我们讲 基督教的圣经 神圣的佛经 他平常在的时候会供 可是他回来的时候 会发现 因为家被霸占了 所以佛堂也没有人供 所以他的佛经 也已经坏了 为什么呢 行者我往修正法 我为了是要修持 利益众生 而得到解脱的正法 再看第九 灭了日巴家里有田 耕田 他在家的时候 他有耕田 但他离开的时候 主人不在的时候 回来呢 田已经荒废了很久很久 主人归时田已无 为什么呢 因为主人是修持正法 而离开了家乡 最后再看下面 第十首 第十首请做一个记号 各位 故乡 故家 与故园 皆是轮回无始法 请问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人老了 要落叶归根 请问你归哪个根呢 我讲真实话给你听 我去年三年来呢 我一年就去了四五个国家 我去了印度 也去了尼泊尔 又来了回到台湾 然后又先来新加坡 我飞来飞去 我常常觉得 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家 这是真话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有business trip 到世界各地去出差 出完菜当然是老板公司付你钱 回到家以后 你还会觉得怎么样 新加坡好吗 不错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的 很多人都喜欢集新加坡 可是集新加坡的人 通通都跑到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跟澳大利亚 很奇怪 对不起你不要生气 我很喜欢新加坡 可是我从来没有动念头 我要住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不是我最后永恒的家 哪个地方是你的家 雇家 雇员 对不对 我自己也知道 新加坡有很好的政府政策 你的政府组屋最长可以签99年 99年以后就换别的 很好 无偿法 在台湾买房只是可以买一辈子的 给下一代子孙 可是很不幸呢 你还没有死的时候 子孙就在旁边打架了 你都还没断气 你就听到他们在吵了 分财产的 你不觉得一辈子很心寒吗 请问家在哪里 当然这有不同的定义的家 你每天早上 总是你住政府组屋 老公老婆都出去上班的 小孩子也去上学了 回到家里呢 对不对 你的家就像暂时的旅馆一样 让你这辈子住七八十年而已 请问你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呢 各位老菩萨真的要想一想 死的时候还要抓着说 哎呀这是我的沐浴 不可以走 哎呀那个是我的佛像 玉的古董 哎呀这是我最好的那个师父 送我的念珠 通通都是假的啦 放不下也得放啊 所以这些都是让你产生轮回 为什么呢 因为无实法 你不知道它是会变的 不能够永远都不变的 为什么呢 拨弄爱着 顿好无实意 我们常常在爱爱恋 着是指执着 我们常常在贪爱跟执着当中 痛苦的矛盾的 你想想看 你每天所贪爱的跟执着的 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好的 真实的意义的 请问你有还有什么 放不下的呢 所以修行的人应该努力去追求 佛陀的教法 精俊去修持 所以讲到这里我鼓励各位 生命的时间跟体力 是最宝贵的 不要让你空过一生 你想想看我从早到晚 都在忙什么 忙与忙 该忙完了就放下 在家居室本来就很忙 我知道 我也做过在家居室 我以前也做过老师 在校出的时候很辛苦 我教小三跟小四 我教55个小朋友 教完回到家 只有一句话 阿弥陀佛 躺在床上睡两个小时 醒来以后 休息一下 念经啊 听闻佛法 对不对 在家居室真的很辛苦 但在家居室能够有时间的时候 还把握来学习佛法 上佛学班 共修 利益众生 我是非常赞叹你们的 但是在家居室的心常常是这样 up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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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当当 对 师父对你好的时候 脸友对你 哎呀我发喜充满 对不对 师父给你个脸色 看要磨练你的时候呢 就跑了 对不对 我觉得跟这个脸友比较有缘 我跟这个道场比较有缘 那个道场 我就不护士他 那个脸友好奇怪 就是看我不顺眼 我这么精进 他也很眼红 我这么庄严 他也吃醋 哎呀太多的 emotional problem 太多的情绪问题 最后呢 我自己家里修好了 我也修得不错 对不对 佛不是说吗 一切坑仇佛都靠自己了 就当当当当当 and they disappear 最后就不见了 所以禅修 要训练你的心 可以 你回家自己 听闻佛法 也可以 但真正要呢 好好学习佛法 是要拜善知识的 当然清净善知识 要很大的福德因缘 现在的全世界 大善知识呢 不管是仁波切 善知识 法师 或是达玛师 都是呢 全世界的 International Airplane 到处全世界飞 那怎么办 每个人的缘不同 所以你要从自己心中 得到求解脱的佛法 最后看十一诵 所以他很感念呢 他在禅修的 修禅护马白哀哭 他很感恩 他的上师 马尔巴大医师 给他灌顶口传跟教授 所以加持令我得三君 最后一句 请加 画起来 让你的心 常常住在清净的山区 当然新加坡 没有很多的地方 但是要布置你的家 是一个很好的佛堂 很好禅修的地方 这样的你的心 才会听闻佛法 好 今天就这个第二卷 第二卷我全部讲完 现在请看第六十四页 第六十四页 要背起来 要背起来 成佛有很多资量 在菩提资量论的第一个资量是什么 摩赫波耳波罗蜜 第二个资量呢 是六度跟加起来四度 所以变成十度波罗蜜 第三个资量这里讲 四五亮星 请分二 几一 总说 一切资量进入四处 四处待会会讲 几二 别写 此分三 请看 丙一 此与悲的无量星 此跟悲是相应的 有时候呢 此无量星把它拆开讲 此悲喜舍 没有关系 可是呢 此跟悲是相应的 所以在科判里面 丙一 此跟悲 它怕归在一类 第二个 丙二 叫喜无量星 助理这里的喜 请做个记号 是指 法喜充满 Your mind is full of the dharma 不是世间的那种 兴奋或快乐 不是呢 excitement 或者entertainment 不是那种娱乐 在藏传佛教里面 常常会说 我们要让众生 得到快乐 听好 快乐也有很多 不同的 简单的说 physical happiness 身体的快乐 比如说你今天中暑了 哎呀很不舒服 赶快连有很慈悲的 倒杯呢 凉水给你喝 你喝完 哎呀很舒服 你的身体真的很舒服 physical happiness happiness 身体的舒服 第二你现在突然中暑了 哎呀很烧啊 对不对 让你呢 擦一擦药 你很舒服 你现在感冒啊 hot tube cold and flu 发烧 fever 给你吃了药 你的身体也会舒服 所以药物的确也会让你得到快乐 第二个叫做什么 mental happiness 很多人喜欢去跳舞 狂欢 吃了很多很多的药丸 drug 让他觉得很快乐 没有错 那个快乐是很短暂的 包含呢 carnal desire 感官的快乐 可是佛都告诉你 那个是很短暂的 是有副作用的 第三个 是精神的快乐 spiritual happiness spiritual happiness 比方说 有些人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艺术 很喜欢文学 我在这一生 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他不喜欢跟我谈宗教 但他喜欢跟我做朋友 他喜欢跟你讲 全世界啊 哪里旅行 哪里好 他的心也很好 你说他帮助人吗 有啊 世界展望会 对不对 world vision 基督教建的 他一圈都是好几百万的 救了很多人 在美国有很多的歌星 movie star 或呢famous的star 他演唱会的时候 一圈都是好几百万的 美金啊 他也救了很多人 可是他就是不是佛教徒 他也做了很多的福报 他也很快乐 但是啊 他的内心里 还是有什么 贪嗔痴的烦恼 anger hatred 对不对 或者desire 对不对 或者delusion 他还是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你不要去羡慕别人 所以spiritual happiness 也是很重要 精神的快乐 最后呢 the happiness from the meditation 残修的快乐 还有meditation coming from the insight 止观的快乐 meditation一般翻成止 insight翻成观 最后讲 happiness呢 coming from the lending the Dharma 学佛法 也会很快乐 所以今好 这里的快乐 是指法喜充满的快乐 它不是指 世间物质 或短暂的快乐 分为四段 第三个 丙三 请各位看 来吧 欢迎订阅